李腾 恭喜李腾 连续四年 毫不间断地获得这个奖项 实力与能力备受大家的肯定 大家都期待你 接下来带来更多的诚意之作 其实那一次 我看到那个新闻 我有点受从若惊 就是说 因为他们没想到 有关注我在新加坡的动态 然后还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艺人 都在往外发展 但其实对我来说 新加坡也是我的家 因为我是八岁就在新加坡长大 所以我觉得 不管在台湾 台湾就像是我娘家一样 在新加坡我觉得 是我真的会 长久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还是很开心 就觉得说 娘家有在看到我的表现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 新加坡给我很多机会 所以呢 我一定会留在新加坡 但是我觉得就是 人也要一直努力嘛 所以其实我下半年 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就是会推出一个个人的EP 然后这个EP就是会在台湾 在新加坡同时发 然后也会因这样的原因 就会到台湾再跑一些宣传 但是新加坡朋友 不要担心 我都会一直在 OK 我不会离开你们的 对 OK 我觉得今天是我 觉得特别紧张 因为 呃 凤姐跟Kim姐在台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完了 他们一定会玩我们 果不其然 在很后面才叫我们主持人上台 不过我觉得是一个节目的效果 那今天真的是紧张 多过兴奋 那个是掩盖了一切 因为经营的竞争太激烈了 我觉得 呃 几乎是人人有信心啊 但是都没把握 你懸娅 我能扣 终い 终装